今天我真的特别认真的洗了头 然后沐浴更衣 就是为了给大家推荐一个来瑞士旅游 可以去的区域 对所以我今天要推荐的地方呢 就是阿彭策尔 中文的翻译是阿彭策尔 这个地方呢是在瑞士的东北方向 在Saint Gallen附近 也就是圣加伦的附近 它是瑞士最小的行政州 常住居民大概只有7000多人左右 那它能吸引我的主要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它美 2015年国家地理杂志 列出了一份子生必去的景点 这么一个名单 瑞士有一个悬崖餐厅 也被列在这个名单里 还作为了这一期的封面被登出来 然后这个悬崖餐厅 就是在阿彭策尔地区 这个餐厅呢是1846年就已经建成 建在了一个1644米高的悬崖上 前一阵子我也是去了这个餐厅 我当时一个是因为累 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目光短浅 忘了录像 所以就只能委屈大家看一看照片了 虽然我是爬上去的 因为疫情期间这个缆车被停掉了 但是平时的时候呢 是有缆车直接可以到达平台 你到了平台之后 不仅能看到这个餐厅 再往上走20分钟左右就能到山顶 然后那个时候看群山的景色也是特别美 然后这个景点呢 我们当时是一共去了两天 第一天的时候是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到了阿彭策尔地区一个比较有名的 Sea Alpsi 它就叫这个 然后中文是塞阿尔普湖 一共是海拔1143米 再次喝一共识 现在还要在山顶上 下火车就在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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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走 那第二个推荐 阿本塞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特殊的人文文化 阿本塞是一个非常传统和保守的地区 它现在还沿用这种最原始的举手投票制 它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聚会 然后大小事宜通过举手来表决 是不是要落实 2020年因为疫情好像没有举办这个活动 但我找到了2019年的照片 就他们依旧是这样来进行决策的 另一个事情让我比较感兴趣的是 阿本塞地区的女权活动 瑞士的女权活动开始的 在欧洲是属于最晚或者相对很晚的 它是1971年 女性在瑞士才有这种普遍的选举权 然后阿本塞这个地区 是甚至到了1990年 才通过男性投票选举 最后决定女性可以有投票选举权 那它最后的落实是在1991年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时间 1991年是多晚的一个时间了 然后我之前看了一部比较推荐的电影 叫天道也是瑞士拍的 然后他当时他讲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瑞士阿本塞地区的女权活动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它里面的风景 其实就是现在阿本塞地区的风景 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 因为它畜牧业的发达 所以每年的春季会有这种动物 就比如说牛和羊啊 它们会赶到山上去 就高一点的草场 然后到了10月份左右 再从高一点的草场 在南迁迁回来 然后大家伙会穿着 这个阿本塞地区的服装 有大人有小孩 然后进行这个迁徙的活动 这都不是平时人家啊 这么着啊 第三个推荐阿本塞地区的理由呢 是特产 首先瑞士是一个盛产奶酪的国家 如果我不做饭的话 Flo可以就买各种各样的奶酪 然后配面包就可以当一顿饭吃 做不做饭不重要 但我不行 那阿本塞的奶酪 我个人的体验结果是 它真的特别的臭 就我比较了一些相对其他地方的奶酪 包括瑞士自己的奶酪 我觉得阿本塞的奶酪是不能打开 但他们会自己觉得就是香啊 另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啤酒 价格不贵 还经常打折 它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口味 包括五酒精的这种果汁和啤酒 然后从我们家翻出了两个幸存者 一个是这个 这是五酒精的 但是它牌子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牌子 然后这个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五酒精的饮料 口味比较清淡 不是特别甜的 阿本塞的啤酒就是居家旅行必备 我个人觉得阿本塞地区还有两件事挺有意思的 这件事是阿本塞地区的人口身高是整个瑞士最矮的 大概在1米76左右 所以来这边旅游的时候就可以看看它那些五颜六色的房子 那个房子上的门和窗都相对的比较小 我是1米72 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照片感受一下它那个门有多矮 第二件事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呢 是当时我们去Santis上吃饭的时候 现场有伴奏的乐队 然后Flo就特别激动的跟我说 你看这是我们瑞士的传统乐器 然后我一看这不是洋琴吗 你说你怎么能跟我说它是瑞士的 它分明是中国的 后来我们上网查了一下 然后发现14几几年在瑞士就已经有洋琴了 它是从中亚地区 然后分了不同的流派 但是瑞士的洋琴和中国的洋琴是有一定差别的 它音呀什么这些的排列是不太一样 也是为了适应瑞士的音乐风格 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出来旅游也不太现实 但是希望疫情能赶快过去 明年能一切恢复正常 到时候大家来瑞士玩的时候呢 除了苏黎世卢塞因少女风 博尔尼这种耳熟能详的景点和区域之外 也可以去阿盆塞的这个区域 感受一下瑞士的传统民风 以及它的田园风光 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